为了保障祖国不再受外来侵略,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是用实际行动,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,有的是生命,有的是用身体,有的是精神。 但是,在社会上总有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诋毁和侮辱,拿革命英雄当绯闻对象,造谣声势颠覆英雄形象以获取关注度。 这位在对越自卑反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兵徐良就是如此,他为国家贡献了一条腿,但却高到了小人的诋毁,实在让人痛心。 徐良受伤的那天是1986年5月2日,当时他正在和自己赢的战友抵抗敌人的进攻,由于是夜间战斗,我军只能看到敌军的黑影,却找不到他们的具体位置。 敌人趁着黑夜悄悄向我军着地走去,徐良瞄着一名正在动的黑影开了三枪,黑影便没了动静,徐良以为敌人已经死了,但是敌人还生一口气,趴着向徐良射击,打中了徐良的左腿。 徐良当时就昏了过去,队友马上把他送到战地就医,但是由于运送时间太长,左小腿只能截肢,他失去了一条腿。 徐良在参加战斗之前,曾经是一名文体兵,本来是去唱歌慰问的,但是他却选择留了下来,跟前线的士兵一起战斗。 徐良退下来之后,国家没勇忘了他,把他帮做英雄的模范来进行宣传。 再加上歌唱得很好,被春晚导演选中,1986年,他在春晚舞台上演唱了一首《续染个风采》,一时之间,徐良红遍大江南北,但是不好的音效也随之而来。 有人为了博人眼球,特意把这位对日作战的英雄推入了谷底,说他不是战斗英雄,说他关键时刻抛弃了战友。 战友都死光了,就他一个人贪生怕死的回来了。 那么请问,是谁把他送到战地进行抢救的呢? 有些人宁可相信谣言也不相信事实,所以徐良当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,而徐良则是坦然面对一切, 自己无愧国家,无愧人民,无愧战友,没什么好解释的。 之后过着隐积的生活,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